Hello,大家好,我是James,欢迎来到Miss Under Singing Hello,今天我们讲的题目也是很多人喜欢知道的一些东西 欢迎大家来到《你又你唱》 OK,今天第几集,先看看 今天第七集了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高音和低音的问题 首先我们以私入为主,快点讲 高音是什么呢? 高音是高频的声音,低音是什么呢? 低频的声音 但问题就不是,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 常常说低音在下面,高音在上面 所以很多人唱歌的时候会扯镜 为什么呢? 原来扯镜是因为我们的声带要拉展,要伸展 大家都可能知道 声带要拉薄才可以产生高频的声音 所以我们的自然反应也是向上扯 唱不到高音的时候 但当然不建议 原因是为什么呢? 原来你的声带不一定是向上才可以伸展 向下也可以伸展 其实唱高音的时候,身体的状态是非常之关键 所以我们先透过低音的状态 我们先透过身体的状态去说 为什么女生唱高音会容易的男生 并未必啊,未必啊 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声带和我们的声带不同 是有时候说的是 大家所用的身体肌肉有什么不同的 OK 大家透过一些生理上,或者我们叫 身体结构上去了解一下 你会发觉女生偏向容易的人会收紧的 但容易而已 不代表每个人都是这样说的 OK 会容易一些 会把声音向上摆的 声带会向上傾向的 所以相对来说 女生为什么会比较难处理低音呢? 亦都有原因 不过先说一下 男生就不是的 男生通常呢 最理想的声音都是在中低音的部分 这些位置 因为男生很少会夹起人的 男生会喜欢向外的 男生会喜欢动的 所以这些身体结构的状态 或者你留意得到的话 其实也有助去了解这件事 但都是那句 当然不是所有的男生所有的女生都是这样的 那你留意一下 有些男生是很高音的 是的 那他们就不知为什么很高音的 是的 周深那些 是的 但是你了解身体状态 每个人发出的声音都是很独特 不是说一定要一模一样的 但是发声的状态呢 大家应该差不多 都是放松身体的 OK 好了 但是为什么唱高音 那么男生怎么处理唱高音这个问题呢 OK 那么上一集 其实讲了一些关于喉咙 的问题 其实那里已经涉猎了 讲了一些的 大家看看吧 OK 那讲了关于高音的问题 那大家都有个方向去处理 那大家都重复一点点 就是第一样东西 千万不要用身体气管里面的肌肉 去作为发声的起点 这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 千万不要闭气 越闭气就越上不了高音的 OK 越打不开身体 好 第三样东西 OK 记住一样东西 唱光的时候 刚才说了 如果你说唱光的时候 声带要拉薄 不一定向上 向下都可以的 其实我们有些方法 可以令大家的声带 伸展得比较舒服的 第一样东西 一定是你的嘴巴 牙齿就是一个基础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肚 就是我们所谓的丹田 我所说的丹田 就是在膀肛的位置 原因是什么呢 遲些解释给大家听 OK 等你跟我的视频 嘴巴和我们的肚 一起去唱歌的时候 一起去动它 一起去动它 那肚怎么动呢 肚会有点脏的感觉 会出现的 打开的 OK 嘴巴就张开 记紧 千万不要闭气 我说了很多次 一定不可以控气 OK 我们不控制人的 都不喜欢被人控制 总之就是不要控制 OK 我们可以引导它 透过一些缓慢的动作 透过一些我们在动的动作 控制我们的动作的速度 去令到身体听话 而不是我们强行去闭着一口气 希望那口气 我们去用那口气 不是这样 OK 这样不是极必反的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最差人控制我们 大家就明白这件事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一件事就是 你唱高音是否真的那么难呢 未必 小声 慢的动作 去练 其实就OK 但是 相对来说 我们今天还有一半没说 就是低音 要处理低音 其实相对就更加难 原因在哪里呢 原来我们要身体夹 你说是不是 我硬硬夹 但是硬硬挨压出来 我都出到高音 都是高音 是 是 但是如果你说低音 低音没有 真的没有 而且你有发觉低音 越低音的时候 会怎么样 越低音的时候 就会没有声 越低音的时候 就没有声 是吧 很舒服 但是为什么低音 会产生得到呢 其实低音怎么产生呢 低音呢 低音呢 放松 但是有个要求 首先一件事 你的肚子一定要胀 一定要放松 一定要放松 记住这里小心提醒大家 是胀 不是顶 不是谷 是胀 是透过呼吸去协助做的 你不呼吸 你闭起那些叫顶 叫谷 OK 你一定要分清楚 究竟状态是怎样的 OK 我做教学的 这是我责任 我不可以跟你一句说 总之他 对 对 不是 我们要很仔细 一定要捉到脂肪筋 就是我们是微微 慢慢涨起 OK 是透过呼吸去帮你的 这个一定要大家记住 那如果你想练低音的时候 还有什么地方呢 肩头 侧胸 下胸 肚 肚 侧腹 所有这些肌肉 全部都要向下 你看到这个动作 就好像什么 好像耍太极 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令到我们的气息流动会更加舒服的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刚才 我产生这个低音 其实都不是错 我可以全日都是这样的声音 因为我只要放松 让声带有足够的空间 去松弛去放松的话 其实低音就会出来的 是的 所以我挺喜欢萧叔叔把声的 是的 事外 好了 其实萧叔叔把声真的挺慈性 挺过瘾的 但当然了 你说什么声音都好 你听得多其实耳朵都可能会累的 所以其实就不一定要强硬去逼自己 一定要高音 或者逼自己一定要低音的 咦 说什么呢 下一集你就知道了 那么今天这集大概来说到这里 那也是一样 大家有问题就问 有judgement就留言 OK 我说不了这么多的 我希望这部影片都是短短的 大家看的 大家听得久都会累 是不是 看得久都可能会厌的 所以你说我会不会选择女生来 和你做嘉宾 可能会的 先想想 那我们今集到这里 今天讲了一些 关于高音和低音的想法 OK 还有其他的 但希望在之后的片段里面 和大家再讲歌一些 大家记住留言 OK 支持我们 多谢 拜拜